当作于日本我们台湾的疫情是比较趋缓 现在全国的餐饮都能够内用 但是为了防疫还是要维持社交距离 并且使用隔板 不过澎湖县长却宣布 为了加速活络地方经济 县内餐饮业从明天开始内用要取消隔板 那么所谓的1.5公尺的防疫距离 也通通不用遵守规定 县长还说中央应该要尊重地方政府的权责 对此指挥官陈忠表示 二级警戒期间都还是在观察期 用餐有区隔比较安心 8月18就是开始解封 就是开始我们就是隔板就取消 我希望中央能够尊重我们的做法 也对议员质询澎湖县长肯定的说 18号起内用不需要隔板 要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 不过和中央规定不同调 指挥官也有话要说 还在观察的第二级警戒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区隔 那对用餐会比较安心 疫情虽然逐渐趋缓 但面对澎湖首开先例 取消隔板限制 在地店家跟游客看法各有不同 这次来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如果在店家吃的话 就是会有风险 限制只要取消消 其实对我来讲就是 就没有那个阻碍 现在冰箱还很多 政策改变 有的店家开心 但也有的店家早早就花钱准备隔板 现在却成了无用武之地 就是有点做白 对啊 就有点做白宫的那种感觉啊 对啊 有时候做白宫就是说 也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 这张政府这样的规定 也是对我们都有一个保障 疫情逐渐趋缓 大家都在期待 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但清零最后阶段 不管是谁 时刻都不能马虎 华尔新闻成能政区 欢迎辽子萱澎湖报导 好 防疫真的